你 我怎么求你 我如果能够理他回来 他还能做什么 我想跳舞 我现在连跳楼都做不到 我还能做什么 我真的好怕 我真的好怕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好怕 我还能做什么 一夜 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 我也一样 以前我抛弃过你 我离开过你 我是个孬种 我怂祸 可是我都挺过来的 我坚持过来 你也可以的 你相信我一次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 你就相信我一次 憶憶 憶憶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你可不能干啥事啊 干吗呀这是 自杀呀 不会吧 杨依依 这也不是你性格呀 我刚从美国飞过来 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都快把我累死了 陶温把我从朋友的 大派对上 直接塞进了飞机 让我回来给你看腿 我真要是什么忙 也帮不上 他也不会轻饶了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一切皆有可能 我看了他的X光片 没你们想得那么严重 杨依依 等我把你的治疗方案 拿出来 你再考虑你的自杀方案吧 好吗 你是李默吧 你好 我叫董大为 陶温的前妇 你好 金 好吗 好 电报道 谢谢 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你的试试 但是 我会表达你 快乐 再见 再见 各位 这份报告呢 是我在美国的同事发来的 报告里提出的设想 是关于患者日常护理当中 发现的问题而得来的 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 我提议 调整目前的治疗方案 暂缓截肢手术 我们应当尽量保住病人的腿 对 虽然成功的概率很小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病人腿部的骨头和肌肉受损非常厉害 极引发特异性感染 而导致气形怪局 当然 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呢 我也考虑过了 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 我们可以给患者 做大的清創手术 作为应急预案 董大夫 你年轻有想法 这是好事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 你可以用病人去做赌注 这样做的风险很高啊 我承认 这个方案的风险的确很大 但是作为一名医生 我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的机会 以往的医学经验也告诉我们 医学的进步 恰恰就是建立在一次次的冒险中 所以 我愿意冒此险 董医生 作为父亲呢 我非常感谢你 愿意冒险去尝试一下 但是一旦手术当中出现闪失 你想过没有 很有可能 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 的确 杨院长 您所担忧的我非常清楚 首先 我也感谢您为我着想 但是站在医生的角度 当我们在面对患者的时候 前途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想 如果仅仅考虑个人前途 我没必要站在第一线 但现在既然我站在了这个位置 那么如何能让患者康复 如何能保住病人的那条腿 对我来说才是首要的任务 好 我完全明白你的态度了 今天大家正好都在 这件事关系非常重大 所以呢 咱们不但要认真地研究这个方案 同时要提前做出缜密的手术计划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啊 我同意 依依 先别及时同意啊 这跟前生死状差不多 你再想想 如果先现在这样 我宁可死 依依 医生的职责不准于我们 拿你的生命去冒险呀 这事啊我看还是再严谨去吧 不需要 所有的后果 我一个人负责 手术吧 熊男哥哥 你很久没有给依依姐姐打电话了吧 打过呀 不过可能她忙 没接到 后来我不手机丢了吗 我的卡 她身边朋友的电话也都没了 要不咱们回去吧 那怎么行啊 你想去那地方不去了 想玩都不玩了 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你放心吧 我跟依依之间的感情 没那么脆弱 我说她出来几天呀 不是几天 几个月了 行啊 快吃东西吧 一会儿咱们还得赶紧走呢 一会儿咱们还得赶紧走呢 好 行啊 行啊 你别擦死了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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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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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董大夫 手术怎么样 放心吧 手术很顺利 各位也不用太着急 一一呢 现在需要休息 各位都先散开 走吧 谢谢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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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给你做了 开放性的清創手术 伤口呢 也没有缝合 所以呢 这几天你的腿 只能保持这一个姿势不动 要坚持三天啊 这种感觉可能比疼还要难受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的嘴还有交吗 只要你放心治疗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就是要等歇机是吧 当然 为什么不 你会正确 这样吧 大家要不然先回去休息吧 好 你们这几天也够累的 让一一再休息一下 我在这儿陪她就行 那怎么行呢 你也辛苦好几天了 也该好好休息了 一一这个事 不是一天两天能完的 大家轮流来照顾吧 好好好 那先回吧 好 那辛苦了 好了 李沫 那我也就先回了 有什么事情的话 到医生办公室找我 好 好 从姚姚进医院到现在 大概一个多月了吧 你跟她说过话吗 我有什么脸跟她说话呀 我每次来医院都特别害怕 害怕她出事 又害怕她赶我走 其实我心里特别希望 她能骂我 能打我 这样我还能好受点 你跟熊大联系上了吗 之前打电话打不通 她的电话又不回 你说刚才有什么用啊 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原本觉得 熊大回来对依依是个安慰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依依的腿还不知道 能不能回复呢 她又那么好强 肯定不愿意让自己性爱的人 看见她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 还是等一等吧 所以我生气 怎么着回电话是不是 微信短信 那么多沟通方式 说没就没了 你看人李墨 人家医院都说 李墨才是正牌男友 你不是不喜欢李墨吗 这这这这 一码归一码 论正牌男友 我觉得李墨比中段合适 当然了 跟我比还差一点 燕老师 我知道你现在特别难受 但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就三天 你看 你看 这第一天都过去一大半了 小飞 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 我想相信会儿 行 那你有什么再借我 去哪儿 你能先出去 他拿去哪儿 你能不能去哪儿 三天都过去哪儿 你能不能去哪儿 好 你能去哪儿 很难受是吗 你可得才坚持两天啊 现在千万不能动 你试试 对不起 没事 我听你爸爸说 你小时候画画特别好 后来就是因为太喜欢跳舞了 所以才放弃画画 我今天带了笔根纸 都准备好了 你帮我画个塑像怎么样 我坐这儿 你帮我画一张吧 你看我这么多天都在照顾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杨依小姐求求你了 帮我画一张 都准备好了 还有笔 你看我坐哪儿啊 要不要坐在窗户边 光线比较好 随便吧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 这边啊 我这边比较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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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鹅快乐的流淌 鸟儿幸福的歌唱 是一样的 便宜 我要像天使一样 穿上翅膀 飞过高山 飞过海洋 杨老师 该拿着了 这谁画的 不会是你画的吧 这人不露像啊 看来不用给杨老师准备什么震惊剂了 这药啊挺好的 准天然 无人 只要快乐没有用手 杨老师 你再坚持一会儿 很快就好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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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不着 这个怎么就跳过来了 这 这不 这 跳过去了吗 跳齐嘛 我爱怎么跳怎么跳 外公下棋喜欢耍蓝 你下棋也喜欢耍蓝 遗传哪 别说遗传啊 好吧 让你 什么叫让我 我就是这样跳过去的 一点都没让好吧 不错 坏局消失了 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可以考虑董大为的方案了 真的 还是比较高官哪 真的消失了 太谢谢你了 董大夫 您太客气了 延文长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 我以父亲的名义 谢谢你 延文长 你放心吧 你太客气了 说真的 虽然我嘴上 一直在安慰你们大家 说只要护理得当 一一呢 又肯全部配合 保持好心情 就一定能痊愈 但其实啊 我这心里还真没有 那么多的信心 粉碎性骨折 真的是相当地严重 你们是不知道啊 每当我回想起 那天晚上第一次 看到一一伤口的情形 简直是太恐怖了 每天晚上想起来 都令我毛骨悚然 跟她的这张小脸呢 完全地不匹配 大为啊 这一次啊 多亏了你了 谢谢了啊 应该的 那我们明明什么时候 这么跳舞呢 没事的 舅舅 人生中 其实有很多 可以选择的路 我可以学画画 给人画画像啊 也可以去我妈公司 帮人送快递 对吧 妈 这人挺跟着的 董大为 之前我觉着 你对陶文挺不靠谱的 所以一直不待见你 别往心里去啊 是不好 我和陶文离婚呢 你有百分之九十的责任 谁说的 谁说是我的责任 明明是你自己的责任 我有证人 孙悦是吧 是 我说杨依依 你这可就是恩将仇报了 没法待了 我看我得走了 回美国 你什么时候走啊 四个小时以后就飞喽 怎么敢啊 你怎么提前说一声啊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是打算要送我吗 我送你吧 别别别 鬼小的这一路上 你又要唠叨什么 赵哥 你送我呗 好啊 依依 好好养病 一定会好起来的 各位 我就先走了 那 那个 行 注意安全啊 谢谢啊 拜拜 谢谢啊 好 再见 大为 谢谢你 有空到美国来玩 那咱也都回去休息吧 我这儿没事啊 那怎么行呢 那个 叔叔阿姨 舅舅舅妈 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依依 对对对 咱不走 咱不走 那行吗 那这儿交给你了啊 你注意点啊 阿姨 我们走了啊 再考虑休息了 走 上班 那我们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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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 走 坐吧 你先 你先说吧 忆忆 我明天准备去公园局自首 是我抓了你 我会为我的行为负责任的 其实我本来早就想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的情况很糟 我想多赔你一会儿 等你好点儿再去 想坐牢呀 美死你呀 沒有原告 拿來的背鋼啊 你不恨我了 流水的男人 鐵大的閨蜜 我才不會失去你呢 我才不會失去你 流水的男人 鐵大的閨蜜 傻子 我才不會失去你 帥哥 我回美國之前呢 有些話還要嘱咐你 依依這段時間是恢復期 也是抑鬱症的潛伏期 所以平時要多注意 觀察他的心情起伏 如果他出現了反應力下降 反應遲鈍 包括燕石不動不說話 這些都說明了他有抑鬱的症狀 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他說了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餘的 那麼情況就非常地嚴重了 這說明他有自殺的傾向 所以平時要多注意關心和照顧他 我想應該不會吧 他都做了一次傻事了 老熊 上次那是應急性 我現在說的是抑鬱症 是慢性的 總之在生活上 他可能伴隨著便秘 胸悶 嘔吐 這些情況也不能忽視 都是自主神經功能失調的症狀 好 我明白了 沒想到你們外科醫師 還懂精神科 你停一下車 下來了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陶溫 你幹什麼呀 我知道你小子會功夫 不騙你呢 我也打不著你 你沒事吧 你不是問我為什麼懂那麼多 抑鬱症的症狀嗎 陶溫這大半年在美國 就是在治療這個病 你小子也不用跟我裝 你們兩個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剛才這一拳呢 就是我替陶溫打的 打完了 你們兩個也就互不相欠了 陶溫他在美國說過 他祝福你心想事成 行了行了 不跟你掰了 趕時間 上車吧 楊老師 你這天要去哪兒啊 送你去啊 不用 我就先走走 對了楊老師 我剛才在院診辦公室 看見你們媽媽了 你媽媽也在 好 如果不是李沫 你們佳德的事 跟我半點兒關係都沒有 話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現在能救佳德的 只有我只有侍美 條件是楊依依嫁給李沫 李總 李總 你別太欺負人了啊 是 我們佳德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但是 不要自欺欺人了 您那是出現了一點問題嗎 就差宣佈破產了吧 您現在手裡的股票 是不是像燙手的山魚一樣 想甩都甩不定 我告訴你 佳德破產您手裡所有的資產 都會變成負數 難道您想讓楊依依跟您一塊還債嗎 怎麼說話呢 李莫媽媽 謝謝你對佳德的關心 但是在孩子的問題上 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年輕人的事啊 就讓年輕人自己去解決 做父母的 咱們沒必要太多干涉 是不是 這畢竟是兩碼事嘛 再說了 我們絕對不可能 拿兒女的幸福和婚姻來做籌碼 太可笑了你們 楊依依嫁到我們家還虧了她 怎麼反倒像我求著你們一樣呢 我今兒還把話撂著了 我告訴你 我們家依依想跟誰結婚 想跟誰談戀愛 我這當媽的管不著 別人更管不著 多說無異 咱也不是菜市場買菜搶買搶賣 對不對 希望你們想清楚 楊依依嫁給李莫 我兒子高興 佳德也能活命 這是兩全其美結大歡喜的事啊 就這麼簡單 什麼簡單啊 怎麼簡單啊 您對您那種有致這個大毛小小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您好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591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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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對不起 您好 您是否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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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所拨打的電話已關機 他可能在忙吧 他是不是受我的歉了 不會 你還不了解他嗎 在這個世界上他跟誰翻臉 都不會跟你的 他對我這麼好 我會出人心 要你陪我 別這樣說 我想到了 我想你遺跌了 你也不會去世 做愛情 你會不會去世 嚇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在吗 我静了时间 手机丢了 你在吗 我已经走出山去了 你最近怎么样 我打你手机关机了 你怎么最近都不接我电话呀 你怎么了 对不起 是我不好 给我回电话吧 你在吗 小雪病情恶化了 对不起 我暂时赶不回来了 我暂时奔却 我暂时奔却 要死你了 是吗 那观众 他怎么疼в了 一一 一一 你说话呀 分手吧 喂 你找到啦 你找住了 你找到那边的 这驰验 咱们走吧 去 从这检验包套上来看 依依恢复得不错 比咱们预期的要好啊 是吗 那终于松一口气了 也多亏了你对依依的照顾 杨叔 你这么说实在是太界外了 听不过 你对依依的心意啊 确实难得啊 可是我想问问你啊 你觉得依依对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只能等 等到她接受我为止 怎么说呢 这个婚姻和爱情啊 有头是两回事 恋爱的时候啊 咱们总是习惯 把对方的优点这无限地放大 和真真正正到了结婚 成家 生活在一起 就不一样了 结婚不是单纯两个人的结合 有时候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对双方的家庭啊 影响都很大 你也不想让我跟依依在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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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也 我的意思就是啊 结婚 一定还是要慎重 你对依依的心意呢 其实我也都看在眼里 我也非常地感动 但是呢 作为父亲来讲 说句私心的话 我当然希望我女儿 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 最起码也是让依依心甘情愿 能给她幸福的归宿 可这幸福呢 她有时候也不是金钱啊 她和地位啊 能够代替的 您是觉得 我不能给依依幸福 你杨叔啊 也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年轻的时候啊 都是争强好胜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是千长挂肚 可您想过没有 这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 杨叔 我对依依的感情 不是像您说的那样 我爱她 我真的爱她 我想要给她一切 我能给她的 可你想过没有 你能给她的 和你想给她的 到底是不是一一想要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明确表格谈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绝对不能容忍 我女儿的婚姻 有任何的勉强 我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希望你理解 小姐 今天天气很好 想不想出去走一走 算了 谁知道一会儿会不会下雨啊 如果下雨我帮你撑伞 你妈妈的公司你不用担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佳德出事 我更不会让你 用感情作为交换了解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因为我爱你 我想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照顾你 我想娶你 但是你放心 不会是现在 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半点委屈 童心口还在吗 还把你帮我带上 什么 你跟李沫求婚了 我真的太为你高兴了 真的 谢谢 上回是咱们给文文做伴娘 这回我给你做伴娘 好啊 你给我做伴娘 好 喂 杜秋 好 来 走一个吧 不是 你这么哀声叹气地干什么呢 杨依依真的要结婚了 你这什么语气啊 我是替一个郁闷啊 新娘结婚了 新郎不是我 我去 其实一哥跟我联系了 说什么了 那杨依依的事呢 你告诉她了 这 这可真没有 我 我能把这恶号告她吗 算你实相 你怎么就那么乐意 把杨依依跟李沫撮合在一起啊 你没觉得李沫是一个特别合格的男朋友吗 没觉得 一哥才是杨依依的真爱 婚姻不需要真爱 婚姻不需要真爱 没真爱结婚啊 这逻辑不对啊 婚姻最重要的是气候 熊蛋能给依依的 李沫都能给 熊蛋给不了依依的 李沫也都能给 女人这一辈子 与其找一个自己爱的 不如找一个爱自己的 说白了 婚姻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三观不正 那按照你的意思 你找一小伙 长得又帅又努力又上进 天天围着你转 一心一意 忠心耿耿地爱着你 你不要 你非找个有权有势 又丑又胖又矮的 中年大叔 你给我抬杠是吧 我现在有说我的事情吗 咱俩聊的是李沫跟杨依依的 事情 人家多好的一对啊 好不容易就修成正果了 我可不希望那个熊蛋 子回来捣乱 依依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不在 那她以后都不用在了 我一想到依依为她 伤心难过成那样 我就生气 反正不管怎么样 不许告诉熊蛋 她俩结婚的事 听到没 看情况再说吧 说了就跟你分手 不是 刚刚说什么 那答应我了吧 答应你做我女朋友了 是吧 你需要我再警告你一次吗 不用不用不用 一次就够了 我发誓 我保证不说 amaan olla 优优独播 感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